十三五期间 海南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产品供给亮点不断涌现 旅游市场环境显著提升 2019年 海南接待游客达8300多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 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十三五时期 海南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新兴的旅游景区不断涌现 2018年4月28号开业运营的三亚亚特兰蒂斯 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计期待游客达到800多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20多亿元 成为三亚旅游的新地标之一 整体的酒店设施服务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 然后它的配套的一些娱乐项目也是挺丰富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 可以推荐别人再来的 十三五末 海南引进国际品牌酒店94家 全省共有A级旅游景区65家 野级乡村旅游点155家 全力为游客打造吃住行 游购于一体化的旅游环境 在我们免税沟流的这个带动下 那么我们还好从去年以来 我们就推出了15个我们特色的这个排档 把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能够在升级换挡之后 把它形成我们市民游客喜欢的一种旅游产品 推出了三大路线畅快游 四大展演随欣赏 五大活动尽情玩 六大夜市随意逛 等等文体旅游系列活动 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当州旅游 近年来海南不断加强旅游和文化的融合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博物馆 涌现了像沈博物馆 南海博物馆 民族博物馆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等为代表的旅游加文化产品 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旅游文化生活 历史文物好多 对海南历史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内容丰富 生动 很值得来 十三五末 海南旅游业对全省国民经济 直接贡献率和综合贡献率分别达到11.6%和26.9% 全省旅游业直接就业人数约77.9万人 旅游业关联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37万人 辐射带动效果明显 刚好我家也是在景区 我就利用它这个资源建这个农家乐 因为我这边附近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 到我里面来就业 现在是十五个 还有个别家庭是挺困惑的 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 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工作 也稳步推进 同时 海南开展零富团费经营等旅游市场专项整治 在全国率先设立旅游警察 推动旅游巡回法庭建设 创新旅游管理模式 旅游市场环境明显改善 19年海南已经是有八千三百多万人次的游客 那么旅游收入也首出超过一千亿 进入了千亿产业 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点线面的推进全域旅游的打造 为自由贸易感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